其實是會令到市民大眾非常之憂心 而林鄭月娥所說的普通常識 即是說她的目標也是要令國歌法的立法 繼續以模糊化、不清不楚的定義出台 這也是會證實大家為何這麼憂慮國歌法 會成為市民大眾頭上的一把刀的一個根本原因 因此我覺得在這個背景下 其實特區政府是應該要清清楚楚 將整個法例的內容定義說明清楚 不可以有任何模糊的成份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市民大眾又怎可能在這個國歌法下面 即是這個國歌法只會成為政府 是以他的公權力、可以有權用盡的能力之下 是壓在市民頭上的一把刀 根本是對於市民大眾真心尊重國歌、國旗、國徽的工作 是沒有任何的幫助的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要明白到 市民大眾這一種的憂慮 這一種的憂心 是絕對不可以 亦都不可能 是因為聶德權所說的被懷疑 就可以被送上這個執法機關 或者好像林鄭月娥所說 我們是用一個普通常識 所以專門是將詞彙定義不清去解決問題 這樣做 只會令到國歌法的立法 其實是會產生更大市民大眾對國歌的厭惡的 我覺得現在從一路的事跡的演變的話 國歌法民主黨是不會支持的 我們清清楚楚 當然我們在審議法案的過程裏面 會尋求政府 是要將所有的定義 是要勞列清楚 去令到市民誤惰法網的機會 是減到最少 這個是我們整體 對於整個國歌法立法的過程 裏面我們希望能夠達致的成果 但是 如果是政府仍然都是 以一種專橫的態度 所謂的是 我現在定了的法例 已經是可能 可能在他們眼中對市民最好的 這種概念 然後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修訂的話 我覺得 我們民主黨一定是會反對 現在現有這條法例的 是國歌法的 那就是長席聰明那裏 林鄭就今天 都解釋自己形成了一個 比較正義的官員 那 以後可能會 在一個技巧上 說話會比較一些 那你怎麼看得到這種 會議 他有沒有說 我覺得 林鄭月娥就用了她自己 最擅長的語言藝術 因為 她自己 所說的是直言 就可以亂說話 其實本身 不是一個特首 應該有的態度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如果她的說法 是真的話 她是直言的話 一個政策 在她眼中 思考了超過兩年的內容 然後就是用一個直言 的態度 去應對現在的社會 跨黨派的一個反對聲音的話 我覺得這個 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特區政府的首帳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評論 所以我覺得 她用直言這個 其實絕對 不是一個合理的解套 合理的做法 既然一個社會 對一個公共政策 有這麼大的疑慮的話 如果政府仍然是希望 在管治上面 去修補社會各種不同的裂痕的話 其實她是有責任去尋找方法 去尋找最大的共識 這一種現象 在 在這個 縱援裏面的 就是長者年齡的 長者縱援金的定義 固然是有這樣的趨勢 就是說 政府有權用到盡 我說了就算 在三稅分流的事件上面 亦都同樣的態度 就是 take it or leave it 就是你要不就要 要不就不要 沒有任何的 討價還價的空間 但是 當整個社會 跨黨派都有不同意見的時間 而政府用一種這樣的態度 去管治社會的話 我覺得 社會將會陷入一個 無窮無盡的爭議當中 是否會有所謂的 會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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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比想上長一點 我希望 OK 看 在大灣區的問題上面 林鄭月娥就說 他要等待 未來兩個月 是由一個 叫做 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 綱要的內容 出台 他才會 就是說 會爭取在一兩個月內 得到中央批准 及同意之後 是進一步去公佈的 我自己覺得 這一種態度 其實正正反映了 林鄭月娥那種 群腳仔 想香港變成一個 群腳城市 或者她自己 作為一個 妹仔的態度 因為 大灣區的政策 出台 其實都相當長的時間 正正是說 希望未來的大灣區 成為在這個區裏面的 經濟的火車頭 而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能夠 是去爭取當中 成為 這個發展內容的 是火車頭的城市 而這個火車頭的城市 最重要的 就是人才的爭奪 這個人才的爭奪 在內地的 其他城市 譬如說 廣州市 也好 東莞市也好 他們都其實爭取 就是說 香港的 大專院校的研究基地 是能夠在當地 落湖 所以 你會見到 其實內地的城市 拿到這個大灣區的 觀念的時間 已經走得很快 很超前 盡量爭奪 最重要的是 人才 最重要的是 如何能夠 在這個政策之下 去確保 該個城市的利益 在長遠 不是短期 但林鄭月娥 沒有應對這個問題 反而 經常都說 我們要向內地政府 爭取一個好的政策 去協助香港人 在內地 所謂尋找機遇 或者在內地的生活 我覺得 這些想法 其實正正就是 沒有 重視到 大灣區的政策 是會對香港的 未來經濟 所帶來的影響 他仍然以為 就是 我們可以通過滴流效應之下 在香港 大灣區有發展 大灣區好 香港就好 但是這一次是新一波的經濟轉型的過程 而這個新一波的經濟轉型 是不是可以用上一次的經濟轉型 有相同的類比呢 我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參考台灣的經驗的話 當是一個人才爭奪的過程 你輸了就是輸了 而你輸了人才爭奪的過程的話 其實是會令到當地的經濟 是面對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的一個 被逃空的格局 而是會遠遠落後於大的形勢的 所以我覺得 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需要知道 理解 但是作為特區政府 是有責任去找出 對應的策略 特別在爭奪人才的時間 一定要明白到 人才會來到香港 或者我們很悉心培養的人才 他在香港這個地方 有些什麼的機會給到他 如果在香港這個地方的人才 是沒有機會的話 他全部走向內地 尋找發展的空間的時候 那就是說 香港的未來 就會出現一個人才被逃空的現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個社會 人才被逃空的話 我看不到 他是一個有前途的社會 清楚了? 謝謝你 直播 說明 的是 可能